蔡委員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這個案子 這是在之前疫情期間 那時候NCC開罰我們 這個是浙江的台商爸爸 那時候他打進來 那其實當時的狀況我還記得 NCC他就認為說我們可能違反 或是提供什麼不實的感染源訊息 或是我們有混淆 誤導等等 結果現在最新的判決出爐 還我們公道 我剛剛聽到才知道 這已經是我們的第十勝了 蔡委員 恭喜中天又第十勝 但是恭喜民進黨他還在位 所以中天還不能夠恢復 那這個案子誰怎麼想都知道 根本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螺資罪狀的政治破壞 這種事情會需要捨到NCC行政處罰嗎 怎麼想都很怪啊 你說浙江台商打電話來 那接受訪問有時候不對啊 那他講的內容跟後來的事實發展 有什麼不同啊 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你現在抓住這些什麼奇奇怪怪的 我也始終不曉得 NCC那些人要當勤快 至少也要知道莫須有三個字怎麼寫吧 是 那勤快要問他說 你為什麼把月輝除石呢 他說莫須有 他說學問好到知道怎麼寫莫須有 現在不是啊 NCC要處罰中天的時候 根本那個理由已經亂編 編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了 那難怪 謝謝行政法院 還算腦筋 這些法官還腦筋還清楚 讓大家對司法有一點信心啊 就是說你們還是很認證在審案 而且根據最基本的法律邏輯 在做出這樣一個判決 那NCC你掛了啊 第十啊 12345678910 那請問你 你十連勝 那你要不要做補救措施啊 還是要繼續修理中天 所以我是覺得 不曉得該怎麼看NCC啊 可是我也蠻同情NCC耶 為什麼 他不能做決定啊 上面有人下命令給他啊 蔡英文下令給他說 陳曉翔 你就今天跟我找中天的麻煩 你就他去找中天麻煩 他說啊 那個三立不可以找麻煩喔 他就不敢找三立麻煩 同樣的問題 中天就重罰 三立就輕輕放過 或輕輕處罰一下 給社會大眾的交代 有啊 我們都有啊 可是實況是這樣子的嗎 當然不是啊 NCC本來我們大家期待 他做一個獨立機構 什麼叫獨立 就是不受政治上 人物的指揮跟干擾 可以做出一個合乎事實的判斷 讓我們台灣 真的在通訊傳播 真的在網路 在電視系統上 有一個突飛猛進的機會 請問一下NCC成立到現在 我們台灣的電視節目 新聞節目有更發達嗎 電視台的收入有更高嗎 電視台從業人員的薪水 會有更增加嗎 沒有啊 那你在照顧什麼NCC 這NCC產業 你既沒有管理也沒有輔導 那經濟部長王美 至少要假裝說 哎呀 我有蓋晶圓廠啊 對不對 你看連假都不必啊 對 全部以打壓所有的媒體 又打壓藍連的媒體 為你的首要任務 那是NCC存在有什麼意義呢 廢掉算了吧 這種獨立組織 一位只是聽什麼 這些當權責的話 那我們根本沒有需要啊 還是回到新聞局 一樣啊 聽當權者就乾脆清楚一點 不要假裝了 而且裡面搞了好多的 什麼傳播學者 對 我公開講 我根本瞧不起這幾個傳播學者 沒有一個是好貨 整天在那邊假裝我是傳播學啊 其實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用它綠色的意識形態 那是綠營找來的人 而且他們最可怕的是 因為他們這些傳播學者 是當諮詢委員嘛 然後在鳳凰雲飛的那個案子裡面 諮詢委員告訴他們說 沒有認為這個有什麼問題 那只是諮詢委員 然後不參考 現在是NCC的委員 我現在講的是NCC的委員 還不綠得一塌糊塗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就是這個本事啊 那相反的 國民黨每一個人就是這樣的 哎呀我們要不分藍綠啊 我們要全民啊 一致啊對不對 就應該被他打死才是這樣子的 在講誰在講 想當全民總統不分藍綠 不要拖給他 我也來稍微念一下 這個判決內容 就是說 台北電院的行政這個訴訟庭 原本是我們判我們敗訴的 可是經過我們上訴到北高刑呢 已經判決了 北院的審理是有瑕疵的 未盡就離 發回重審 那他們也認為說 北院的法官 並沒有對節目型態了解 而第二也忽略掉 節目已經主動提醒了內容 第三也沒有提供NCC的裁罰的 諮詢意見資料 那另外這北高刑的三位的承舍法官 之前就有審理中天其他案件的經驗 不過賓哥就跟我們在上個小時有聊到 自由時報今天還可以出一篇嗎 即便台積電不來 也可以說人家有更先進的製程 要在裡面蓋場 沒有問題 我看到前幾天的陳耀祥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說 所謂中天當時還九連勝 中天九連勝這件事情是不存在 大家都說什麼意思 所以你是說假訊息嗎 他說沒有啊 因為只有兩個案子勝訴確定啊 七個案子沒有提行政訴訟啊 你說那九連勝可能只是有一些一審二審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回應啦 他沒有任何責任 沒有就單純不要臉而已啊 這沒什麼啊 那陳耀祥不要臉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他一直都很不要臉啊 他就是這樣子的人而已啊 輸了就死不承認啊 問題今天這個案子的癥結點在什麼地方 這個案子的癥結點在於 那個時候生猴龍做這個節目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是真的有人打電話進來 那如果NCC對這個東西有意見 他覺得是有人造謠 那你為什麼從頭到尾沒有去問 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對 你為什麼不去問這件事情 然後按照NCC的程序 你要從外部委員喔 你要從外部的這些委員 你先審核過一遍 然後你一直說這是外部委員做的決定 那委員人呢 你為什麼提不出名單啊 為什麼沒有這個名單 你既然有找人就有名單 這是在花預算的耶 這又不是你自己隨便找人打電話問一下就算 那你花公家的預算為什麼沒有名單 這不就很詭異嗎 那事實上從前一個案子 剛好就在前一個案子 前一個案子已經證實了 就算他找了外部委員 外部委員認為不需要裁罰 他也造罰 那請問一下那你找外部委員的目的是什麼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啊 只是為了滿足程序啊 那你看喔 上一個案子至少他還滿足了程序喔 只是他還是決定要罰 那這個案子他連程序都不要滿足了 我管你 你們爹就是要罰你啊 不然是不是要怎樣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這個人就是個狗腿子嘛 你看什麼好講 他整個作為就是個狗腿子啊 就是上面叫我罰我就罰我管你的 我就是要罰你 實際上這個案子當初是什麼 就是因為衛福部跟整個民進黨政府 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他的防疫出現大問題 所以電視台一爆他馬上就說我要罰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 就只是這樣啊 就只是他們片面的不希望大家聽到壞消息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那中天被罰的一大堆東西幾乎都是這種東西 那問題是我覺得民進黨的官員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以不要臉跟說話不算話出名 陳耀祥是一個 陳吉仲我們剛剛才講也是一個 是啊 今天又出一個許明春 被楊耀在那邊質詢直到當場掉淚 然後說不幹了可以吧 然後結果下去繼續幹 唉唷 那結果你還是繼續幹啊 所以你們這些人講話都跟放屁一樣 說話不算話還是一樣繼續幹 有種一點有告辭一點嘛 虧你還是蔡英文的親戚耶 你要不是蔡英文的親戚 就是你的親戚才可以混到這個位子啊 你要不是蔡英文親戚 你以為你坐得上這個位子 那奇怪你是哪裡吃不飽哪裡喝不足啊 我們中華民國全國人欠你的啊 讓你當了這麼久的勞動部長 什麼屁事也沒幹 那你現在講了這句話 這句話是你自己講的 你可以滾蛋了吧 為什麼還不滾 陳吉仲當初不是也講了好幾次嗎 說他絕不戀戰馬上離開啊 領你個頭架還不是黏在這位子上 現在還洗資之後要當農業部長 陳耀祥也是一樣啊 都已經快要變被告了耶 對啊 都已經變被告他已經快要被洗漱了 你以為他這樣講 欸 結果呢繼續留在那邊 他反正一定要三審定業 他很可怕耶 因為他不是還說什麼 就是吹哨者這件事 他說他無法確認是否真有吹哨者 代表他真的有這樣做 他才沒有辦法確認 他不會說什麼 這不是我做 只需烏有 他沒有講這些耶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正常的人會怎麼回答 我根本沒做這件事 對啊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啊 管有沒有吹哨者是很重要的事嗎 重點根本不在那個地方嘛 所以我比如說這個已經厚言無恥到一個極致了 他的想法就是我管你們說什麼啦 只要我老闆同意讓我當我就繼續當啦 管你覺得我再丟臉讚美品德無所謂 我這個我陳耀祥就是不要臉怎麼樣 大家看不要臉的三個字怎麼寫 叫陳耀祥